我会有列个清单 在清单的今天第四次 所以上礼拜第三次 那大概把重点稍微回顾一下 第一个当然 就是for违圈讲完之后 还有一个所谓的悖违圈 那悖违圈 这个for违圈跟悖违圈 最大的不一样 我想这部分你们要熟悉 for违圈当然后面一定是接一个清单 大部分会用range帮我们产生 可是悖违圈后面就不是接一个清单 大部分就是接一个什么 接一个逻辑 接一个条件 那如果当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它才执行底下的叙述 所以它的作用 基本上都是让你去重复做什么事情 不过最大的差异 基本上还是就是 当你如果你要做的事情 不然就是有一定的范围 固定的资料量的话 那你就用for违圈 可是反之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资料量 或者是你要处理的逻辑 就是你处理的数量的话 那你可以用悖违圈 所以这部分我们有做了一些练习 当然我们有把悖违圈 你之前for违圈写过的东西 再把它改一些 像九九码表 或者像是直速的判断 其实直速判断 我们之前用for违圈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悖违圈 可不可以 当然也是可以 只是说有些地方 可能你那个城市就变成说 for违圈 我讲过有三个地方 跟画违圈不一样 所以你把它上个地方改一下 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画违圈 那当然呢 什么时候该用for违圈 什么时候该会 当然你要自己 就是 第一个了解它的特性 但是我的习惯是 城市当然越精简越好 没事的话 你干嘛写了一大堆 像有时候画违圈 像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如果你把它 这个 城市改成画违圈的话 那当然你会发现 它没有出此次 所以你要再加一下 它还没有布进尺 你要加一下 所以其实相对的 用画违圈好像占不到什么样的便宜 所以基本上用for违圈 可能会比画违圈来得好 可是有些地方 像我们无穷违圈的话 画违帽号 其实还是用画违圈会比较精简 其他的话 当然我们有写了一些其他的题目 包含就是说猜数字游戏 另外有提到有关制定函数部分 制定函数里面常用的 方法就是说你有没有传值 它有没有回传值 可能我再问把它二分法 有点像VBA里面的sub跟function 所以回传值 其实这个地方有点像VBA里面的sub 那如果有回传值的话 在VBA里面它叫function 这几个的话 当然就是function有回传值 sub没有回传值 有点像VBA里面一个按钮 你按下去跑完就算 它也不会告诉你是不是跑 但function的话 它会return给你一个结果 当然如果你把它写在e-sale里面的话 它就是直接就把结果return到那个出唇钩里面 然后写成function 其他的话 当然还有所谓的猜数字游戏 曼17AI等等 然后如果你要不断猜数字 比如1到20 1到50 1到100 你可以自己去修改 如果只能猜三次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用FOR回圈可能会比较恰当 如果你有次数的限制的话 OK 不然的话 如果你要划回圈也是可以次数线 但里面可能你要需要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主要做什么 你要去计算它 它到底拆了几次 Counts 有没有 一次 两次 第三次了 它就不能再拆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了解回圈的特性 上礼拜特别讲 那基本上我讲过 在程式里面 最容易写错的回圈 但是回圈太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一直强调电脑到底它的特性 它最擅长的部分是什么 其实就是第一个 它24小时工作 你开着它就做 第二个的话 它可以帮你什么 处理那种重复性的事情 其实也是人最讨厌的事情 所以将来的话 你只要电脑开着 你希望它反复做什么事情 你把程式写好的话 基本上它就一直standby在那里 等于是说你写出来程式 再配有一些物联网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资料 它就自动服务了 所以未来的话 当然很多像无人商店 无人的保全 无人的什么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透过类似 像用python把它写出来 然后配合像一些机器 python现在跟很多的装置 也都能够配合的很好 也就是你比如说你要跟镜头 有没有 录影机 照相机 或者是一些sensor 有没有像一些 温度那些都不用讲了 甚至现在像疫情那么严重 所以其实如果说用python去写 甚至可以说自动侦测门禁的管控的一个设备 当然我们不是 你会发现门口都会有红外线的 当然 现在有人去看 可是如果你用python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说如果温度超过多少度的时候 它自动 自动警报一下 自动做后续的处理 那你整个流程 你就不需要随时有一个人在那边去盯着看 所以这部分当然后面 我觉得这部分是还蛮值得各位去 后续再把它延伸出去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第四个单元 第五个单元 那第四个单元可能 要请各位再练 因为这部分其实就是前面写过的程式 包含逻辑 那我只是把它改成VBA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VBA 程式大概是写成这样 那你会发现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特别水 在VBA里面 public其实可以拿掉 因为不用共用的话 sub 所以在VBA里面 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我们本来是放marget 在VBA的话 它变成就写成什么 写成一个sub 然后名称给它小瓜糊 它只结个and sub 这边会有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执行一个程序的话 那在VBA里面一定是什么 先插入一个模组 在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sub 所以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sub 然后再来的话 input的话 在VBA里面 特别是input box 名称不一样 不过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输入一个资料 放哪里呢 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那VBA也跟python一样 那个变数不需要额外宣告 也不用告诉它说形态是什么 那什么时候呢 放什么资料到 这个变数当什么 形态怎么 就当你第一次放资料给它 比如说你放一个自串 像input box放过来就自串 OK 所以input box 比如说你输入你今年 假设33岁的话 在python里面 输入33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是33岁的自串 可是特别注意 在python里面必须要转型 所以我们在外面加一个int 可是你会发现 在VBA蛮有趣的一点是说话 它不用 也可以 但你要转也可以 也就是你在VBA里面 它不转型的话 像这边的话是一个什么 33的自串 假设33 是不是小于18 特别主要你写这样 在python是不合法的 可是在VBA却合法 为什么 因为VBA我觉得比较有人 算是比较有人轻微一点 就是说你做容错性比较高一点 就是说它遇到这样的判断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知道说 原来你用这个比较 如果数字的比较的话 当然前面edge一定要变成是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才能比吧 所以它很贴心 它会自动帮你转成33的数字 再来看有没有小于18 所以特别说 所以有时候我以前写习惯VBA的人 常常就忽略转型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当然在python、在java都非常的重要 可是在VBA里面 相对的比较不太需要 当然你将来要转型 你就在外面再包一个int或cint也可以 也可以做转型的 不过它是要cint的一个函数 其他的话当然可以把它改写 然后一重两重 一重的写法 两重的写法 其实大同小异 不过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几个 像if后面python是加一个冒号的结束 可是VBA是用的 那这个else也一样 else后面没有冒号 可是python里面有冒号 最后的话 VBA会有endif 其他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有的时候你只要把那个规则 稍微转变一下 你就可以自动做翻译了 先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写一个什么 python翻译成VBA的程式 可不可以 可以 OK 然后VBA翻译成python 各位也可以 因为两边其实基本语法 其实该有的大概都有 只是说你要怎么去转换 当然如果目前坊间应该 网络上应该没有这种转易的程式 如果没有 那没关系你就自己转 所以以后不管你写什么 大家雷同 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 其他在VBA里面 也可以写一个什么年纪的判断 像我们之前有写一个 只是说在VBA有一些优点 我这边有demo 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年龄判断好了 他有几个 他可以用input box 他可以几个input box 这个叫input box 输入69岁 enter 他match box 有没有 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 他可以 VBA可以结合与sale 也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存取 比如说你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VBA里面的物件 物件名称叫range Range这个叫B1 Range B1 你可以从Range B1 取一个词过来 当成input 可以把最后的结果 output到Range的什么 Range的B2 输入跟输出 你可以直接输出到excel 这部分 可以很便利的透过VBA就能完成 但如果你未来透过Python 可能就是麻烦比较多了 没办法像VBA这么方便 我示范给大家 比如说今天输入69岁 按下这个按钮 他就帮我把结果输出到 input output 你也可以相反的 所以在VBA里面 你可以做很简单的input output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比起Python来说 在这种图形化界面上面 其实VBA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你的资料 大部分都在excel里面 的话 那我有时候强烈建议 真的你干脆有些大部分 你干脆用VBA来写算 所以真的 Python不见得占得到便宜 我是以一般的实务经验来看 除非说你们公司没有买版权 如果已经有买版权的话 我觉得你干脆 有时候把VBA这个部分 刚刚我做这两个按钮的程式 基本上一个按钮就对应到一个sub 所以这两段程式 在云端上都有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然后我刚刚这两段的话 基本上就写在 写在这里 年龄判断 这一段 OK 跟这一段 那基本上这两个sub 基本上就对应两个按钮 所以 这一个 这一个 年龄判断2 所以这个sub的话 就对应到这一个 这个对应到这一个 那这两段程式 云端上面都有 OK 所以如果你假如对VBA 不熟悉的同学 自己回去再乱乱看 因为这有些东西 我们是定位 VBA是定位在另外有一个课程 就专门完整都在讲VBA 没有讲到python 那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python 我希望说 如果你之前有学过VBA的话 你再延伸过来 其实我觉得最好是什么 两个工具都熟 那最好是左右逢远 然后千万不要只会一个 就是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取代 不是说你只能选一个 没有 你反正解决问题 然后你要管理说 今天比如说你要搭公车 搭捷运 你反正到得了就好了 谁还会管理说 你怎么到的 你骑摩托车也可以 对不对 你开车也可以 那工具也是一样 所以两者都可以 只是说你哪一个比较方便 为原则 OK 所以这两段程式云端上都有 OK 另外的话 我们BMI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我先把它缩小 另外BMI底下我也有 所以刚刚这一段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个是 这个逻辑 其他还有像事件 再来的话 还有什么 底下还有BMI BMI练习我没有写过 那如果说我一样要把BMI的这一段 把它改成VBA的话 那里面哪一些地方要转变 这个是Python程式吧 那我又把一样的程式码 放在云端上 一样 如果你们要练习的话 自己可以开一个来练习 那我大概说明一下 总共分成三个按钮 三个按钮的话 基本上就三个SUB 三个SUB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模组 然后呢 一个SUB的话 就是这个 if BMI 这个是 input是用什么 用那个什么 input bus input bus 然后manage bus 那另外的话用range range的话就输入到这边 输出到这边 那还有一个表单 什么叫表 我demo一下 各位看一下好了 OK 首先第一个这个 这个是输入你随便一个 input 所以input要两次 input bus 所以把它输入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会出现 结果到message bus 这个是叫message bus OK 那另外的话 就是range range指的是 输入到这里 输出到这里 OK 所以我把这些删掉一下 输入假设好 输入 随便输入一个 身高体重 OK 这个的话 这个按钮按下去的话 意思就是说 自动公共把BMI跟频率 输出到这两个出生格 OK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就可以直接把什么 把Excel拿来当输入跟输出的界面使用 可不可以 绝对可以 没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对于VBA还是了解有限 大部分其实VBA我觉得还蛮强大 如果你每天用的Excel机会蛮大 其实VBA真的可以帮上非常多的忙 好像常常同学都有问一些问题 我是觉得在Excel函数里面 其实真找不到答案 但是其实用VBA就可以解决 只是说很多人好像对于城市的撰写还是比较陌生的 那不过我觉得倒也是在花一点 再来最后一个表单部分 表单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就不是用Excel 不是用这个也不是用这个 而是我另外自己在跳出这个东西叫表单 表单其实是属于VBA里面的东西 也就是你可以自己画一个类似一个输入的UI 那这个UI的话 就是独立出来 我跟Excel不一样 我这跳 当然我跳出来的位置是在Excel的上方 OK 那你可以直接把Excel拿来当什么 当资料库来用 然后你处理处理都是在这个表单上面处理 而且这个表单不只能一个 你可以很多层 甚至你可以做一个进销存系统都没有问题 OK 那我demo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入身高 提重 假设我随便输入一个 身高 那平均 变成说我输入的地方是在表单里面的textbox 一个 两个 然后输出的话 这个叫label label是唯独的 输出到这里 所以上面是input 下面是output 或者按确定 按确定的话是触发一个事件 然后帮我把结果输出到这边 OK 结果出来了 OK 那当然你会发现 如果比较起来的话 其实 在视觉化工具上面 其实在 我是觉得还有便利性上面 VPA真的在这部分是有它的 强项 其实是它比较 比较我觉得占一点便宜的地方 OK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也把这个最后的相关程式也放在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那这个是第四个单元部分 那因为重点我们还是会希望摆在拍是吧 所以这边我会提供给各位一些程式嘛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再转一下 那 这部分的话第四个单元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这部分 算 就先到这边了 然后这时候如果你没有问题也可以再提出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单元 这个就是 算Python里面 更更更重要的 像我们刚刚提到 在Excel里面 可以很便利的输入一些资料 这个叫Range 可是在Python怎么办呢 Python没有Excel 所以你如果要输入很多笔资料的话 这时候的话 你可能要想到说 在Python里面 它就有一个所谓的 串列 其实就List OK 不过一直在想说 一般 当然台湾翻译List 都把它翻译成串列 不过我实际上我觉得List 应该翻译成清单就好了 这个清单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类似像Excel里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嘛 这个不是一个清单 不是一个List OK 那只是说在Excel里面是看得到的 有视觉化的工具 可是在Python里面 它没有视觉化的工具 变成说你要把资料放哪里 放在List里面 OK 所以待会我们来 卡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就是有关呢 怎么样在 把 前面写过的Python程式 再转换成 这个Python Python 转换成Python 那顺便也 比较一下 Python跟VBA之间的差异 我是觉得大部分基本的语言 都一样 只是说写法 不太一样 OK 那 你可能要如果你两边都要熟悉 最好是你就记得 它们之间 语言的差异点在哪里 就像说 逻辑判断 两边都有 只是说 if后面 Python是加冒号 VBA是加zen OK for回圈其实也是类似 比如说在 Python是for i in range 刮呼哪一个到哪一个 但是 VBA是for i 加一个等号 哪一个起始值到结束值 其实只是说 VBA还有个net 其他的话 那VBA一样有file回圈 OK 写法其实道理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请各位先 稍微 至少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我是希望说如果你们这样 之前 也学过VBA 然后未来在衔接Python 最好的 能够怎么样把两个工具的长处都发挥出来 OK 这样的话在处理资料就可以左右逢源 OK 而不是说你只能 只会骑 骑另外一个也不会 那怎么办 你只能 只能用单一工具 完成一些事情 我觉得当然 没有 太OK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第4个单元 另外的话也看一下第5个单元 串列 我会发现 我会发现